台湾网球小将曾俊昕在场上神情专注 紧盯对手的每一颗回球 年仅13岁的他参加欧洲少年网球赛 在单打决赛夺冠 创下这项比赛33年来 首位亚洲男子球员封网的新纪录 完赛后翻地台湾 亲友们赶来接机 一起迎接这份荣耀 非常高兴自己可以拿下这个比赛的冠军 然后为国争光 然后感谢在台湾支持我的朋友和家人 然后我会继续努力 我想要感谢我的家人 长期来一直支持我 然后让我可以一直 找到这个网球之路迈进去 张俊昕在南丹珍冠赛直落二 以6比4 6比1打败俄罗斯选手 抱回冠军奖杯 这一刻在台湾冠赛的妈妈 当然不会错过 他最后冠军的时候 他有掉眼泪 其实他的心情跟我们大家都是一样 因为很辛苦 他像我在这边工作 我们住他 因为他一直住 坐到时候 他真的很累 可是因为看到他 又想到他 是我可以为他做的 张俊昕从小一开始训练至今 不只过程辛苦 一路走来 全靠父母经营夜市堂 湖入探圈起 母亲蔡仲涵也表示 因为资源不够 得到国外找寻机会 爸爸陪同出赛时 他得自己一个人顾摊 但再艰苦 也要让孩子完成梦想 张俊昕表示 接下来将为下个目标 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橘子杯网球赛 迈进 他希望能打入前三轮 再次为国争光 张俊昕记者邱俊清 黄旭深 纵合报道